全中運在花蓮舉辦而水上運動則是在鯉雲潭登場 這兩天正在進行西式滑船的預賽 湧入相當多的運動好手 而鯉雲潭的商圈也特別配合賽事場地規劃 把周邊的水上油氣活動都配合停止來進行 期盼每一位選手可以獲得最好的成績 花蓮鯉雲潭自從成立國家級水上運動員訓練中心之後 接續舉辦多場國際級水上運動賽事 目前更是舉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水上運動比賽場地 來自全國的多位選手享受著國際級的運動空間 移潭商圈業者對於睽違13年再次舉辦的全中運 是相當願意配合活動期間的水域空間 並且感謝花蓮縣政府能夠體貼照顧在地業者 對於活動期間的損失給予相關的補助費用 水上的活動呢比賽呢項目呢在我們裡一坦 所以呢請業者他們呢在這個6號以後呢 就不停止營業到20號全中運在這邊比賽 然後會影響我們的賽者 所以停止營業了15天的時間 教育處縣政府教育處呢 我們也跟業者協調呢 就是每個每個天 補償他們一些費用 比賽項目 輕艇競速傳統龍舟 進水標竿 滑船競賽 在優質的運動環境中 許多運動選手都希望 在比賽當中能夠獲得最佳成績 記者林杰 收鋒箱採訪都大喔